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场上面恐怕也会加剧以哈达成停火的难度 它就比起之前的哈尼亚来得更加激进 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外长 他讲说新瓦的任命是另一个令人幸福的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更有道理的说要消灭哈马斯 要迅速的消灭他 把这个邪恶组织从地球上抹去 所以他们也乐见这样鹰派一点的角色 来担任哈马斯新人的领导人 分析专家讲相较于哈尼亚 其实新瓦是更不愿意同意停火协议的 也就是说恐怕这个战士要想停下来更难了 现在更激进的人来掌权了 这个新瓦其实也是以色列最想出去的人 他一直是在以色列的定点消灭的黑名单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以色列一直都有在注意他的动态 那会不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暗杀对象呢 不得而知 但是以色列现在接二连三的 好像这个动作频频 那我们就持续关注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布林肯讲到 他说他们反而来解读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哈马斯政治局的新任负责人辛瓦 一直都是一个可以做出停火决议的重要人物 所以好像跟上面的分析又不太相同 他们还抱有一些希望 希望这个辛瓦可以达成停火协议 那但是呢 真主党已经开始发动一连串的无人机啊 火箭的攻击 以色列军方讲说 现在目前已经造成了数名的平民受伤 那这个真主党消息人士说 这个还只是一个钱菜而已 还不是真的 对于你们这样子杀害舒库尔 也就是说他们的军事指挥官舒库尔 遇刺身亡的回应还没有来 这个行动还没有开始 我们只是先来了一波这个小型的无人机火箭的攻击 他说报复现在才真要开始 那另外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他也提到了 他说呢 他在电视上面讲将会强力报复以色列 将会跟伊朗啊 叶门的盟友来合作 因为舒库尔遭到暗杀 所以他们现在接下来已经联合起来了 要共同来抵抗以色列 那会采取一个合作形式 也可以单独来进行 强调以色列就是敌人啊 等待的惩罚 所以现在也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那以色列呢 现在也有一些预备的动作 根据以色列时报讲 就是他们为了要防御这些伊朗或真主党的一些报复行动 他们已经开始兴建地下的一些防御设施 就包含了一些国家管理中心 那他们就要称为习安堡垒 他说这是绝对可以扛得出核弹攻击 甚至还有一些政府的官员啊 为了要躲避战火 现在已经开始转往地下 地下这个有掩体的地方来进行这个办公啊 就避免被这些突袭式的影响 可能也预料说他们会攻击的话 会先朝这种政府机关来做一些攻击措施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因应了 再来美国的双标 他们现在情报圈讲说 可能以色列接下来会有两波攻击 一波是来自真主党 另外一波是伊朗或是他的一些代理人团体 会来有两波这样子的反击 那布林肯也警告 就是说现在大家必须要重视这件事情 因为虽然一直在倒数 我们节目也倒数好几天 可是他说 这个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随时分分钟可能就会开启这一场战争 所以大家不能够觉得 好像一直在延后就觉得 这件事情过去了 没有 现在还很关键 也希望这个G7 大家一起来把这一场战事看能不能平息 就不要挑起战端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扮演了一个蛮关键角色 现在王毅跟约旦还有埃及的外长通电话说 中方支持推动中东局势尽快缓和 所以现在包含约旦什么他们也宣布说 希望就是他们拒绝了包含伊朗或者是以色列 有任何的什么飞行物通过他们的上空 所以伊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言 那王毅的讲法 他说因为他先后跟约旦跟 还有埃及这边的外长来进行一些相关的通话 他说中方将会继续坚持 同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 支持一切有利于加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的一个努力 避免对抗冲突进一步升级 所以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大陆出手来斡旋 所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现在各界看法 尤其伊朗的政府他们的几次公开讲话 这个一定是要开打的 现在大家就是看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说方式 然后地点 那个对照组的话就是4月13号 那个时候伊朗也打过一次以色列 这次一般认为就是规模会变更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打美国 美国在那边也有很多空军基地 而且最近又把这些什么航空母舰什么 又多送了一期到那个地区 基本上一次这个 这个野门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们就曾经说把美国的军舰也打了 对不对 美国的航空母舰也被他们炸了 所以这一次就看伊朗要不要打 伊朗事实上手上是武器是比较多 尤其它无人机还蛮厉害的 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巡异飞弹 巡异飞弹 也有这个弹道导弹 上一次4月13号他就用这三种武器 他这次要不要加强加大 看起来是这一次的不晓得情况怎么样 不过情势比较复杂 因为俄罗斯也加入了 我们这边讲到中国大陆 其实俄罗斯的这个 前国防部长邵伊古 已经本人飞到开罗 本人飞到这个德黑兰 跟表达对伊朗的支持 然后外界报导说 他也带去了一些装备 有这个防空的武器 还有这个高精度的雷达 显然是要站在这个伊朗的这一边 那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以色列事实上 他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一个炸这个德黑兰 去暗杀这个哈尼尔 这个动作一定会造成局势紧张 以色列不是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他去攻击这个 真主党把这个苏库尔把它炸死 这一定会造成这个情势急剧 以色列也不会不知道 所以以色列的动机蛮奇怪的 干嘛要干这两件事 那是不是想要反正要找个理由 把这些伊朗把这些 这些真主党一并来解决 所以现在就是说 伊朗这次看起来 他的这个前置作业 比上一次周延很多 他事实上的话 已经开了一次会议了 也就是说这些 所谓的这些 反以色列这个联盟 这里面包括野门的胡塞组织 然后叶拉 这个好叙利亚的真主党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还有叙利亚的这个回教民兵 还有伊拉克的民兵都动员起来了 所以他们这次说他们要五路攻击 五路一起下手 那现在就看时间了 规模了 所以我想这场大战 可能就随时可能会爆发 好 来请教舰长 新几天的时候我在节目上说 从来哈马斯就不缺最高领导人 只要一个被暗杀 或另外很快的 就会被 就会选出来新的领导人 果然在今天 就出现了这一个新的领导人 在这个新的领导人 新瓦的实际上来讲 以色列外长 外交部长 他是这么形容的 他说这个人 应该迅速的把他消灭 而且要让哈马斯迅速的 从地球上抹去的强力的理由 就是如此 可见其实当初 由这点来回头看 当初把哈尼亚给暗杀 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因为他把鸽派给暗杀了 未来只有更鹰派而已 再也没有鸽派了 然后曾祖党 他的最高的指挥官招击毙 现在又是 我们讲到说哈马斯的领导人 也被暗杀 所以现在曾祖党的领袖 就说其实曾祖党跟伊朗 都有义务要回应 以色列在这个地区所造成 所造的孽 我们这样讲 现在大家都在倒数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 找一个什么圣殿被回日 这种宗教的节日 因为只要以后每一次 再过一次这个宗教节日 因为这节日每一年都会来 然后大家都会 那个刻骨铭心 当初是怎么打的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时间 也不是清晨 那最好的时间是什么 下班时间 大家都在马路上的时候 你无路可躲 然后塞车塞的乱七八糟 然后这个时候 正是发射各种飞弹 以及无人机的最好方法 而且大家有些人 尤其是政府官员 刚吃饱饭了出来散个步 然后就被命中 823炮战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时间要挑队 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今天 刚刚出炉的 Foreign Affairs 他讲了一件事 他讲说 其实现在我们看 拜登他已经跛脚了 他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利用这一个节点 然后让中东能够 局势能够稳定下来 然后而且甚至停战 好 来问盛峰哥 所有的情势 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这个革命卫队 伊朗革命卫队的领袖被干掉 然后政治党的这个领导被干掉 然后哈马斯被干掉 这里面干的什么事情 证明了以色列的情报工作 做得非常好 而且很精准 同时也某一种程度 在警告所有的中东的这些国家 里面每一个人都掌握在 我可以干掉的基础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为什么每一次被干了以后 都哇哇叫 叫完了以后 行动并不激烈 我们从来讲看 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 这场战争会不会发生 我想发生是会发生 发生到什么情况 4月份的那一场 伊朗的反击是事先告知的 好 我什么时候要做了 这一次会不会告知 看起来是不会告知的 因为以色列把这些国家逼到不出手 他也混不下去的地步了 那就美国的角度来看 俄乌战争怎么了结 不知道 中东这一把 现在看起来没有了结的方法 那各位来看看 这个王毅为什么他先通话了 是埃及跟这个耶诞 因为这两个国家 基本上是美国在中东里面 还可以控制的国家 那美国可以控制的国家 是跟以色列的关系 或是比较好的一个国家 那中国到这时候 是跟这两个 跟美国比较有的关系 通话是在通什么话 是说你们不要介入 或是做什么 我是不清楚 但是这里面 它应该隐含了很多 属于国际政治里面 很奥妙的地方 最后我想再提 一个给大家思考的地方 美国一发生事情 就是航空母舰在哪里 航空母舰在哪里 航空母舰就带到 航空母舰带到的地方 就是伤亡 就是灾难 就是病 西方一直对中东的统治 就昏而自知 西方一直对中央的统治里 就是把你各大打来打去 然后他在那里可以掌控 武力是他要用的一个走角 可能在同样一个 另外一个大国的经纪的中国 在这里处理的方法是什么 小和解 把巴勒斯坦一个14个党派 把他和解起来 而且尊重他法为主流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西方是把他分而自知 中国把他和解来 波斯人跟阿拉伯人 代表阿拉伯代表了伊朗 悉尼派什叶派 这样子千年的恩恩厌厌 最后在北京找来 把他给和解起来 所以可以看到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